哈喽大家好,豆豆在这儿给大家拜年啦 祝大家在新年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事业爱情,哇哇哇 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女主因哭出面条 走向人生巅峰之路的电影 我们的女主翠花孤独焦虑地走在大街上 来到了一个广场上,看到了一棵孤独的树 感觉和自己的命运有起相似 专业,翠花来到商店购买了一些商品 可当她副馆时却发现,钱包里的钱所剩无几 只能买一些小商品 回到家中,家里有个年迈七十的老太太和一只赖皮狗 相依为败 接着,翠花坐在了客厅思考着人生的道路 上天对她如此不公,越想越难受 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突然发现,眼睛里流出的竟然不是眼泪而是面条 捡起掉下的面条尝了一口味道不错 接着哭了一大碗,给自己的母亲吃 母亲也赞不绝口 于是,翠花萌生了一个致富的想法 经过一晚上的哭泣 哭了一大筐的面条 第二天,来到街头摆起了地摊 此时声音异常的火爆 吃瓜群众都纷纷叫好 第一天的努力让那个遗忘惨淡的翠花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生活就是一边哭一边卖 直到这一天,翠花数完钱并没有那么高兴 她发现自己已经哭不出来了 尝试了很多办法 自残,看感人的电视剧 以至于打碎父亲的骨灰盒都没能哭出来 最后,把目标盯上了自己喜欢的赖皮狗身上 翠花将赖皮狗带到了森林 然后自己开着车离开了 在车上,翠花终于再次嚎啕大哭 翠花的事业不但越做越火 还收获了爱情 这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 并且和男友开了一家不小的店铺 男友负责招待客人 而翠花负责在厨房里哭泣 看着丢失的狗和母亲的照片 翠花一直在伤心的流着泪 故事结束 这里母亲到底是走丢了还是死了 并没有交代 只看到墙上的照片 看过此片的人可以评论一下你的意见 小编在想 如果有一天还是哭不出来 是不是要和男友分手呢 因为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抛弃了 这部电影的女主为了财富 通过舍弃让自己陷入悲伤 对成功和财富的渴望 变成了生命中沉重的负担 以生命中某些珍贵的东西为代价 换取想要得到的一切 到底值不值得呢 其实这部电影中寓意另一种行为 就是好吃懒做的人 不要祈求上天掉大饼 就算掉大饼 你也要付出代价的 嗯 看完这部电影 我都不敢吃面条了 你们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